庄严光明功德成就 即佛会明镜日出师 痴明过 这个顾字应该在上面 在这个过后的上面 它一句是五个字 佛的智慧 这是阿弥陀佛的智慧 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都得到受用了 佛的智慧 光明清净像太阳一样 极乐世界没有日月 所有一切现象都放光 神放光 宫殿放光 树木花草 大地都放光 天空都是光明 光明世界 所以它除向我们这个世界的痴明 痴明就是无名烦恼 痴代表了见死烦恼 沉沙烦恼 明代表了无名烦恼 这两个字 所有一切烦恼 在佛 汇热之下了 全都不见了 所以 让我们 联想到 结落世界 阿弥陀佛 无量功德 这一切烦恼 庄与 庄严的 宝土 射方 祝福世界的六道众生 说六道 就是业障 稀奇 很重 往生到极乐世界 他带的那个 业障 稀奇 在极乐世界 很快就消除了 特别是 对于 祝福世尊 宣讲 极乐世界的 一阵 专业 这些 金蝶 熟悉的人 叶掌 想得更快 他知道 对于 极乐世界状况 不熟悉的人 也能往生 黎明宗史 遇到善犹 劝告 意念 神念 都能往生 他们往生 到那边 静如 这个境界 烦恼 业障 稀奇 也都能消除 比 天津多的人 在时间上 要慢一点 对于这个环境 了解的话 他快 消业障 小得快 这就是 在极乐世界 提身 平位 是多快 那么一切 一切祝福 世尊 事先在世间 讲经教训 这功德很大 帮助往生 帮助往生的人 在极乐世界 大幅 提身 品位 大幅度 这光明功德 这光明功德 这是阿弥陀佛 讲经说法的妙神 妙在哪里呢 不仅仅是说法的声音 好听 像听音乐一样 那是一种高等的享受 听经像听音乐会一样 高等的享受 同时呢 就妙在哪里呢 你想听什么 他就说什么 佛在那里讲 想听什么 想听无量寿经 讲的句句子字 全是无量寿经 这个人想听华严谨 他听的就是华严谨 真妙啊 真妙啊 那我们要问 不是佛法 信仰其他宗教的 到极乐世界 基督徒 是不是听到 耶稣这说法呢 没错 他真的 他见到耶稣 听到耶稣 再讲 再讲话 那这个世界 一几十多 多几十一 没有一样 不保隆 这边 好 感谢观看